俄羅斯導彈襲擊烏克蘭西部阿毓里夫鎮附近一個軍事基地後 最少有35人死亡,超過100人受傷 烏克蘭官員星期一說俄羅斯軍隊炮擊基庫北部奧博隆斯基區一棟9層高住宅,有2人死亡 中國面臨兩年來最大規模的新冠疫情,報告病例有1337宗 深圳報告了75宗新病例並宣布封城 伊朗星期一說巴加達無事關於伊拉克領土上進行反伊朗行動的警告之後 向伊拉克北部埃爾比勒發射導彈 以色列外長拉皮德星期一說以色列將全面實施對俄斯的制裁 不會成為夭過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途徑